这十一郎啊 本来有一门极好的亲事 乃陛下亲从侄女 汝阳王妃的亲孙女玉昌郡主 谁知她竟然不肯答应 结果惹怒了老王妃啊 现如今选了程家的女娘 不仅不通学识 还喜欢打架斗喊 果真娶了这小女娘 怕是列祖列宗 都要跟着眼面羞愧了呀 我本以为朝中大臣 都是正气凛然之人 却没想到 也和市井夫人般爱嚼舌根 你 吃着城市宴席 嘲讽城市女儿 我看诸位列祖列宗 才真要跟着你 颜面羞愧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竟连庆驾门也登不得了 陈家第一次嫁女 难免有所疏漏 况且在取陵侯府设宴一事 子慎也请示过肾上议下 若老王妃不信 不若命人去询问肾上 如何 责罚晚辈 此等区区小事 难道还要麻烦圣上吗 皇后 你也太没主见了 皇后自有主意 王妃随口批评皇后 也未免太过放肆了吧 你才放肆 我们说话 也轮得到你插嘴 后见陛下 皇后 既是不如岳飞言令 此等奴婢 就该狠狠长嘴 保管下次 不敢再顶嘴 老叔母真是惦记妾呀 三句话不离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